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雄将在一年内卖出价值新台币5亿元的农鱼产品,通过包机三小时新鲜直送大陆。 当天的签约仪式,由文峰集团董事代表贾云佛,高雄市农会理事长肖汉俊,及高雄区域会理事长新农已签约,韩国瑜出席见证。 台湾远东航空集团,已与文峰集团签订货运包机合约,协助高雄农鱼产品运送。 韩国瑜表示,韩风集团是大陆企业500强,有几十个商场,几百个超市,相信此次合作对高雄农民的生活会有明显帮助。 而高雄在农鱼产品热卖的同时,会严格把关质量,让消费者放心,并享受公平合理的价格。 MOD, O, B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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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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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